大家好,我是來自多倫多理事廚師的Kelvin 很慶幸成為逆境廚神秋冬盛宴的海外嘉賓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菜式是甜甜酸酸、很開胃、很有營養的五彩炸彈 我們一齊看看以下的材料吧 五彩炸彈的材料有 茄汁3湯匙、醬汁2湯匙、白醋2湯匙、糖3湯匙、四隻雞蛋 最重要是五種不同顏色的青椒 今天我用了紅椒、橙椒、黃椒、綠椒、洋蔥 全部五彩炸彈都要切絲 不需要太薄的 不需要太幼 大概是這樣的尺寸就可以了 好,所有材料已經準備就緒了 不如現在去一齊煮五彩炸彈吧 我們首先會先煮雞蛋 何謂炸彈就要放少許油 我們開始燒熱鍋的時間 炸彈就要加大約四湯匙的油 這樣就燒至大約七成熱 那我們就可以炸彈下去 但是炸彈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是真的會彈的 所以彈身就不太好 那我們就逐隻逐隻打下去 好,事不宜遲 我們就一起炸彈吧 然後再炸彈 你看到他們的蛋旁邊已經起了泡泡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很炸出來的感覺 還有這個蛋我們要炸到全熟 兩邊都炸到全熟 連黃也要熟 我們暫時先不要動它 讓它炸一會兒 底部炸到它脆了 我們再翻它 這個過程的期間 油都會彈得很厲害 我們就盡量不要走太近路了 當你看到蛋的底部開始焦黃色脆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翻一下 到蛋 你的蛋 execute 但吃得到小便 感覺到年紀 真的要做的 Judas 都可以做成熟 他說 mental 喜歡的草口 如果煎到兩邊都金黃色、脆口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拿起它,待會備用 現在我們會燒熱一隻鍋 加大約兩茶匙的油 下去煮我們的五彩的椒絲 首先我們先下洋蔥 再加其餘的四種椒 一起炒 炒大約二十多三十秒 我們就可以下茄汁 我們的季汁 我們的白醋 和我們的砂糖 我們攪拌均勻 最後加入雞蛋 攪拌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好,我們可以上碟了 嘩 是不是一塊塊金磚一樣呢 嘩 五彩炸彈 聞到也很香 甜甜酸酸,很開胃 好 希望大家看到我這個短片的朋友 可以在家裡自己試試做 我先吃吧 拜拜